世界简报 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 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 普京感谢俄罗斯军队停止内战 路透社 俄罗斯总统普京感谢该国的军队和安全部门在最近的武装兵变中防止内战爆发 普京在对军方、安全部队和国民警卫队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们将俄罗斯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并阻止了内战的发生 他赞扬了他们的效率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忠诚以及军事誓言 普京还承认俄罗斯军事飞行员在试图阻止叛变者向莫斯科推进时丧生的牺牲 他要求默哀一分钟以纪念死去的飞行员 普京强调 兵变并没有动摇他的立场 他采取了明智的行动 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事件 克里姆林宫将普京描绘成已经给了时间进行谈判 以达成一项和平结束兵变的协定 普京还提到 在兵变期间 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机构确保了关键指挥中心和战略防御设施的运作和保护 他强调 没有必要从乌克兰正在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中撤出作战部队 普京表示 叛变者和那些被拖入叛乱的人已经看到军队和人民不站在他们一边 他赞扬迅速准确地部署了执法部队 防止了平民伤亡 演讲结束后奏响了俄罗斯国歌 兵变发生在雇佣军试图推翻最高军事官员时指责他们无能和腐败 虽然兵变很快被镇压 但它引起了人们对普京政权稳定性的担忧 然而克里姆林宫驳回了这些担忧称普京仍然牢牢控制住 克里姆林宫没有普里哥任下落的资讯 普京立场没有因兵变而动摇 路透社 克里姆林宫驳斥了最近武装兵便动摇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立场的说法 由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领导人叶夫根尼 普里哥任领导的兵变是由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处理方式的不满引发的 俄罗斯直升机飞航员在被命令与叛变的车队交战后被杀 但避免了进一步升级和更广泛的冲突 克里姆林宫将普京描绘成明智的避免最坏的情况 并强调了在危机时期围绕总统的公众巩固程度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最近关于普京立场动摇的说法是基于专家 政治学家和伪政客之间的超情绪歇斯底里 佩斯科夫还表示 克里姆林宫没有关于普里哥任下落的资讯 但根据结束兵变的交易条款 他被允许移居白俄罗斯 这些战士可以选择与俄罗斯正规武装部队签订合同 也可以与普里哥任一起搬到白俄罗斯 佩斯科夫证实该协定正在实施 并强调普京始终信守诺言 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声明试图淡化兵变 可能对普京的立场产生的任何潜在影响 通过将普京描绘成一位采取行动 防止进一步流血的强有力而果断的领导人 克里姆林宫旨在保持公众支援 并描绘一众稳定感 以超情绪化的歇斯底里为由 驳回这些说法 是企图使专家和媒体提出的任何批评或担忧失去合法性 然而 重要的是要注意 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来支援其声称普京的立场仍然没有动摇的说法 叛变和克里姆林宫随后 对局势的处理 可能对普京的声誉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别是如果公众认为局势处理不当或缺乏透明度 总体而言 克里姆林宫的声明 可以被世卫试图在普京领导层面临前在挑战的时期 控制叙事并保持稳定和团结感 李强 中国将采取措施刺激需求 细节仍在等待中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将采取措施刺激需求 振兴市场 促进发展 加快绿色转型 并向外部开放经济的高层 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上 李克强没有提供有关中国计划的进一步细节 让投资者等待有关政府刺激政策的具体资讯 不过李克强确实表示有信心 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将高于第一季度 有望达到5%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机家主要银行最近下调了对中国2023年的GDP预测 此前5月份的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数据低于预期 这项分析人士表明 北京将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该国在疫情后的复苏 例如野村证券已将其2023年GDP预测从5.5%上掉至5.1% 并指出这一新预测考虑了政策刺激措施的潜在影响 中国将推出更多务实有效的措施 扩大内需 激活市场活力 促进协调发展 加快绿色转型 鼓励高水平对外开放 他还谈到了西方民主国家 最近对中国的负面言论 称有些人在炒作所为的去风险化 这是一个错误的主张 近年来 一些人设置的无形壁垒 正在助长世界的分裂和对抗 中国反对人为的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李克强强调 尽管遭遇挫折 但全球化仍然完好无损 中国仍然对商业开放 欢迎外国投资者 在与中外商界领袖的另一次会议上 李克强向他们保证 政府将继续支持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存在 他提到中国将完善政府药品采购政策 密切关注外国企业对新数据管理法规的担忧 他表示中国不会滥用对外国公司的安全检查 但警告说有些公司违反了中国的规定 总体而言 总理的声明表明 中国致力于刺激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 然而 政府刺激政策的具体细节仍在等待中 这些措施在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目标方面的有效性仍有待观察 那塔尼亚胡说他被邀请到中国 强调美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路透社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二宣布 他已被邀请访问中国 此举凸凸显了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那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还强调 美国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这一邀请发出之际 中国政绩急寻求扩大旗在中东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经济和能源利益方面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一直在该地区石油生产国进行大量投资 另一方面 以色列最近在其沿海发现了大型汽田 并正在寻求出口其资源 这位两国提供了从前在伙伴关系中受益的机会 那塔尼亚胡对中国的访问可能会测重于 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中国已经是以色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10亿美元 访问期间 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会面 讨论在技术 农业和创新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该邀请还强调了 中国希望在以巴冲突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将自己定位未冲突的调解人 并表示支援两国解决方案 在访问期间 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与中国官员讨论和平进程 并可能寻求中国协助重启谈判 尽管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但内塔尼亚胡强调 美国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 这一声明是在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发表的 那塔尼亚胡于二月份访问了白宫 讨论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和伊朗核协定 总体而言 内塔尼亚胡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凸显了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这也凸显了中国希望在中东和以巴冲突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美国部分地区正面临危险的热浪 纽约时报 随着夏季的开始 美国部分地区正面临危险的热浪 大约4500万人占人口的14%生活在预计未来几天将达到危险温度的地区 德克萨斯州 路易士安那州和南部部分地区本周将经历最大的高温 到本周末 预计热量将蔓延到西部 热指数通过考虑湿度来衡量外面的热度 本周休斯顿的热指数将达到111度 西奥尔良达到115度 捷克逊维尔达到109度 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的热指数将达到100度以上 专家将103-125华氏度之间的温度标记为危险的热量 这可能导致中暑 抽筋和疲惫 高温已经导致了各种悲剧 上周 一名14岁的徒步旅行者在德克萨斯州死于中暑 而达拉斯的一名邮政工作人员在过热警告期间在途中倒下并死亡 白俄罗斯在俄罗斯与瓦格纳的争执中的作用提升了卢卡申科的影响力 半岛电视台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达成协定 普京将放弃对叶夫根尼、普里哥金及其瓦格纳私人军队的叛乱指控 白俄罗斯将接受普里哥任为首领 作为回报,卢卡申科将获得数千名经验丰富的雇佣军 用自己的私人军队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瓦格纳集团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传播克里姆林宫的宣传 卢卡申科庇护普里哥任的决定可能会损害他恢复与西方关系的机会 然而 这也可能让他有机会恢复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就像他在1990年代后期对联盟国家所做的那样 从长远来看 他的决定的战略后果可能是糟糕的 因为普里哥任和普京盟友之间的任何未来冲突都会使得其反 中国西南部山洪引发山体滑坡后四人死亡 九百人撤离 多伦多星报 中国四川省山体滑坡造成四人死亡 三人失踪 山体滑坡是由汶川县棉西乡和维州乡的山洪引发的 九百多人已从受灾地区撤离 中国一直在经历极端天气模式 南方地区降雨量大 北方地区气温破记录 汶川县此前曾在2008年遭受过毁灭性地震的袭击 瓦格纳的兵变如何让普京灾难性地削弱 国会山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Vladimir Putin 对该国的控制在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 Weidner Group 发生武装叛乱后 越来越不稳定 虽然普京避免了与该组织的暴力冲突 但叛乱标志住对他的领导能力的重大挑战 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叶夫根尼 普里哥任Yangani Prigazin 几乎没有抵抗 就占领了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 并受到人群的欢呼 普京与普里哥任达成协定 停止游行 普里哥任将前往白俄罗斯 对他的恐怖主义指控将被撤销 分析人士认为 这场危机削弱了普京 暴露了他无法控制俄罗斯竞争精英的实力 普里哥任此前曾批评俄罗斯军方和政府 并指责莫斯科精英腐败 虽然普京可能会恢复并保留权力 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是他领导结束的开始 普里哥任因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而被称为普京的厨师 他在操纵2016年美国大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并被指控 因瓦格纳在非洲和中东的业务而侵犯人权 匈牙利不常警告中国 去风险室野蛮自杀 彭博社 来自中国的供应链去风险化将对欧洲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 匈牙利外交部长 Peter Cijarto警告说 他强调 欧洲领导人对脱钩或去风险化的兴趣 对欧盟来说将是残酷的自杀 Ziger II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经济壁垒的担忧 主导了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匈牙利被贴上欧盟最亲华的标签 并抵制了减少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压力 英国间谍对瓦格纳的兵变计划有极其详细的了解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英国官员在他的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发动失败的起义之前 已经提前了解普里哥任的兵变计划 美国情报官员与英国分享了计划的细节 但避免将信息传播给更广泛的北约盟国 这些资讯在美国境内是如此保密 以至于指向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通报 他们可以获得高度敏感的情报 资讯的保密性导致美国和欧洲官员 在俄罗斯南部夺取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控制权时 措手不及 一些北约官员队在未遂叛乱之前 没有分享情报 表示沮丧 乌克兰也被蒙在鼓里 因为担心这些资讯 可能会泄露给监听华盛顿和基辅之间通话的对手 基辅还被敦促在叛乱期间 不要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罢工 以避免冲突升级 在企图叛变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 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在试图罢免普京的军事官员方面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华盛顿一直在追踪普里哥任与俄罗斯国防部的不合 并收集了有关瓦格纳雇佣军储存武器和弹药 导致叛乱的资讯 民主党深议员马克 华纳 Mark Warner 将兵变描述为几乎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并暗示普京现在因此明显被削弱 世界简报 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 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 迅速掌握全球趋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